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时候难免想要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咨询 并且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大家都知道 因为美国和亚洲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制度 在美国的话 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一位律师呢 如何找到一位好的律师呢 今天GTH Law Group肖庭峰律师事务所的 Gini肖 肖律师将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Gini你好 你好 Gini想请问一下您 如果说有客人想要找一个好的律师 从哪开始下手呢 你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可以可以 一般来讲呢 假如说有朋友介绍 还是有亲戚自己介绍 当然这个是比较好的走法去找律师 可是有些人呢 可能不论是论律师 也没有人可以介绍 所以呢 他们可能就要自己去 还业找啊 还去上网呢 去找律师 那这些上网还是还业的律师的话呢 你可能不知道 他 这个律师是好律师 也不好的律师 所以一般来讲呢 要找一个好律师呢 你第一要确定他是律师 因为很多次呢 就像我们的引领法 还是家庭法呢 有可能不是律师来替你做文件 那因为他不是律师 他可以替你做文件填表格 可是他不能代表你出庭 那很多我们华人呢 不懂这个 就以为说 只要一个人替他填表格啊 还是 替他做文件的时候 他以为他就是律师 可是很多次他们不是 他们可能是律师的助理呢 还自己出来去办件事情 可是没有律师在后面来帮忙他们 所以在情况上面 第一步呢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一定要去上网 去我们的加州执照的一个部门 每个律师都有一个执照 这个加州执照部门呢 专门管律师的 他是叫做 The California State Bar 这个呢 你可以去上网找他们的网路 你可以Google California State Bar 那就会找到他们 你也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Calbar.ca.gov 这个网站呢 就可以查说 是不是这位人 你请的人呢 你想要请的这位人呢 是不是律师 你可以写那个人的名字进去 只要名字打进去呢 他就会全部跟这个 名字有关系的名字呢 都会出来 假如你知道说 这个律师是有执照的 就说你你知道这个律师的 你知道执照号码 可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好律师 你可以用他的执照号码 上面打进去 因为每一个加州律师 一定会有个执照的号码 这个执照号码 一打进去的这个网路里面呢 假如说这个律师以前 有被这个执照部门 取消过执照 就是把他执照他的执照的话 这些记录都会出来的 因为现在加州的律师呢 的部门呢 就是有一些 只要这些律师以前 有做错什么坏事啊 还是做错什么被告的啊 在这个执照上面呢 都需要报告出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你要需要做的 要知道说这个律师的 以前的背景 然后再来呢 你就要看说 你跟这个律师的 个性配不配 因为有些人呢 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个 律师的时候 他可能在经验上面 是有丰满的经验 可是呢 你不跟他的背景 就是说你们两个的性格 没办法一起 一起做的话呢 那对你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律师 是对你的 对你的案子不是好律师 不是说这个律师不好 只是说呢 他跟你配合起来 没办法配合的话 你的案子就走的 比较不顺利 嗯 好 非常感谢 吉尼萧萧律师 为大家介绍 这么好的idea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都不知道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网站 可以去核实 这个律师到底是 是不是真律师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您 那一个好的律师 到底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客人怎么知道 自己和这个律师的 脾气啊 性格啊 是不是匹配呢 对最重要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找律师的时候 你最好有跟律师 预约一个时间 我们一般是叫做 我们第一次的面谈 因为呢 在这第一次的面谈呢 你可以知道这个律师的个性 你知道说 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回答你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比较专业 还是不是 这一般来讲 你跟他在对话的时候 你可以听得出来 然后这个个性呢 很多都是在第一次面谈 你看出来这个个性 就是说呢 你跟这个律师对话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说 这个律师是诚实的吗 他是个老实的律师 回答你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律师呢 其实他不是很老实 他真的在想 他知道他想要做的 就是想要你的案子 想要赚钱 所以呢 他真正的只是回答 你想听的这些 这些情况 就是说呢 可能他第一次面谈的时候 你在问他 你的案子的结果 的成功力 这方面的时候呢 你怎么听 他都告诉你 讲很完美 很好的 那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案子 不可能完全完美 没有一个完美的案子 一定会赢的案子 每个案子 一定有好处 有坏处 有缺点 也有优点 所以这个都是 律师需要评估的 可是假如你找一个律师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都告诉你说 哦可以 成功力很高 他告诉你说 这是很完美的案子 就是你想听的话 那样子你就需要怀疑了 因为这个律师呢 因为就是我说的 没有一个案子 是完全完美的 假如你觉得 你的案子 是那么完美的话呢 那那么好的案子呢 一定会打赢的案子呢 那律师这样子告诉你呢 你就会 你最好再去找另外一个律师 去问问看 去确认一下 所以就是说 小律师 您觉得 如果客人要和律师 谈话的时候 那律师应该跟客人 讲清楚这个案子的缺点 优点是什么 是吗 是的 是的 因为每个案子 一定会有优点 一定会有缺点 所以我觉得 假如我是客户的话 我不是只想要听优点 我觉得比较重要是缺点 我需要知道说 我的案子的缺点是哪里 然后知道这个缺点 这个律师给解释 你缺点的时候 他问到律师 我们这些缺点 我们要去 怎么去解决这些缺点 这还重要 嗯 是 非常有道理 那吉尼 还想请问一下 您找律师的时候呢 有什么是 特别需要 避免的雷区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最 你需要去避免的 就是呢 有些律师呢 他会告诉你说 他的案子成功力多高 然后会告诉你说 这案子已经打赢 他假如是告诉你 你这些全部完美好事 然后 你最怕的就是 律师呢 给你保证 因为一般的律师 好律师 没办法保证案子的 因为呢 我们就是说 每个案子 不管是 移民法 家庭法 还是刑事法 真正的 决定人 不是律师 我们的家庭法呢 你决定人是法官 你的移民法呢 决定是移民官 那你的这个刑事法呢 有可能是陪审团 所以真正做决定的 不是律师 假如这个律师 可以给你保证 说他一定会赢的话呢 这个你就需要 怀疑一下 你需要去找 第二个律师去问一下 因为真正来讲 好的律师 有经验的律师 根本不敢保证 因为保证这句话呢 其实在法律上面 是很难得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 你的案子一定会赢的 谢谢Ginnie的介绍 可是说 如果一个律师 都不能给客人保证 这客人为什么 要找这个律师呢 而且有很多客人 在见律师的时候 有些律师会给他承诺 很多东西 那客人听了以后 心情当然是非常的好呀 那一个好的律师 到底应该和客人 做什么样的承诺呢 所以一个好律师呢 他不会保证 说案子一定会赢的 他当然会跟客户说 他的案子的优点在哪里 然后会让客人听说 这个优点是多少 就是会可能会给一个客户呢 一个想说 他的成功率是多少 是几个 我们说percentage好了 然后让客户自己想说 案子是不是 要不要打官司 还是案子要不要继续 要不要请律律师 我们成功率的话 我们一定会讲percentage啦 我们不会说100% 因为没有人可以真的保证100% 所以一定会赢的 那在这情况下面呢 当然是在讲有优点 有缺点 所以好的律师呢 会跟客户谈说 你的优点在哪里 假如优点多了缺点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律师是很老实 他可以告诉你说 你的优点跟缺点 那怎么要去 我们就怎么要去 帮忙客户 去准备这些 这个缺点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听 律师怎么样解释给你说 我们有这些缺点 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然后一个计划 说我们要去把这个缺点呢 弄少一点 把优点弄多一点 然后让法官听 还是陪审船听 还是说移民官的看法 所以呢 真的好律师呢 会去解释这全部 让客户觉得说 他的优点 在整个案子里面 会是比缺点还多 所以他的成功力呢 会赢的 在这个案子里面 成功力的会赢的话呢 也是可能会比他的缺点多 在这种情况上面 你就知道这个律师 是第一有经验 第二呢 很老实 所以呢你知道说 你自己的优点哪里 然后去怎么样 去把这个案子打成功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的 这些内容啊 是客人和律师 在见第一面的时候 律师就会跟他介绍的嘛 一个好的律师 肯定就会说的是吗 是的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是第一次面谈 OK 所以你要看第一次的面谈 多少时间 有些律师呢 他告诉你说 我第一次面谈 15分钟 那你就知道 15分钟是不可能 去讨论到这全部的事 所以一般很多 很多这种律师的众 都告诉你说 我跟你第一次面谈 15分钟免费 因为你知道这个15分钟 是不可能谈到那么多事 所以15分钟免费的时间 对于客户来讲呢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优点 你真正要找一个好律师的话呢 你其实你不要怕 说第一次面谈是有费用的 因为呢 有时候没有费用的话 时间短 你谈不到多少事情 所以你不能了解到这个律师 跟你的个性合不合 这个是不是好律师 所以呢 假如是一个好的律师 他想要跟你花一个小时 就像我自己 我第一次面谈呢 我是跟客户说 我们最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我们看他可以谈出来很多事情 在一个小时呢 你也知道我的个性 我也知道你的个性 你问的问题 我都可以回答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 你要问你的优点缺点 我都可以解释给你听 所以呢 假如是你要找律师的话呢 我是觉得你最少要跟个律师 也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还有办法了解 这个律师是跟你 是不是个性可以配合的 好 谢谢Gini肖律师的介绍 还想请问一下你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使用社交媒体啊 可不可以到社交媒体上去找律师呢 那那可以啊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 都一定不认识律师嘛 也没有亲戚朋友 可以介绍律师给他们 因为一般 有时候在社交媒体的话呢 我知道在Facebook 像那种Facebook呢 上面有一些叫Facebook Group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 是在这个Facebook Group里面 去问说要找律师 然后就有人介绍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律师有能介绍的 你可以去 这些律师是有能介绍的 所以有点性能在那边 那假如是说完全没有 我们是让很多媒体 就是很多人就是去找这个Google啊 然后我们就看那个媒体上面的review啊 看这律师是好律师 还是不好的律师 可是有一个缺点 很大的缺点在媒体呢 就是我们当律师的 我们有一个律师的责任 这个律师的责任就是说 我跟我们的客户的全部的情况 我们交流的话题都是保密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们英文叫做privage 就是说律师跟客户呢 有这个很大的保密的关系 所以在媒体上面 有时候你去看这个媒体的review的话呢 你其实没不好看出来很多 因为可以说的是客户 客户自己假如是愿意在媒体 写这个review 说好的review 说说他的案子成功力多好 这个是可以的 可是你怕的是说 有些不高兴的人 有些客户 他们写这个律师说 是不好的律师 可是这个律师 其实就没办法去反对他 因为呢 只要你写一个不好的 这个review给个律师的话呢 好的律师没办法反对的 好的律师也不会说任何话 因为好的律师呢 是要 只要是客户真正是大客户的话呢 是要保密的 这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是要保护这个客户 想看这个律师是不是好的 还是要亲自打电话 亲自去联系 亲自去感受啊 是的 是的 因为你知道媒体的话 不是每个都事实 我们也知道上网东西 也不是全部是老实的 事实的 所以呢 最好知道 最好可以做的就是 自己亲自打电话 找这个律师 亲自跟这个律师谈电话 亲自去约一个时间 跟这个律师碰面 是最好的 那我们可以说 有一种就是一般的客户呢 会觉得一个律师不好 就是很多律师 他们说找不到 你当了客户以后 你要找律师 别人你找不到律师 你打电话你不回话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律师 因为一般律师呢 我们是有责任感的 就是说呢 客户找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回答 那我们当然有时候 没办法马上回答 因为我们是要出庭啊 我们要是在法院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 当年回答 那可是呢 一般像我的话 只要客户找我的话 我一定会在24到48个小时 一定会回这个客户的电话 所以呢 一找个律师呢 可以回电话 然后你可以找到的律师呢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 肖庭峰律师 Gini肖 为大家介绍啊 到底应该如何 找到一位好的律师 希望所有 有需要找律师的朋友呢 都能找到好的律师啊 好 今天再次感谢肖律师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 再见